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标是数量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标是数量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开心 那不是点赞就莫得了 于是 撤掉之前的赛道 买了5个马桶吸气在地上 用来模拟这个S1绕桩 之后把我从来不用的拖排烟管拆下来 用透明浆粘在板上 用来模拟这个隧道 拿个茶几 堆上点杂物 用胶带和线固定 用来模拟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啥 起点呢 就在这个1米6的栅栏后 之后的路线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我简称这条跑道为 有山有水有洞有坡 无敌猫猫运动超人质 铁猫八象跑道 这种跑道 换成是狗狗 起码要训练个大半年才能顺利跑完 但是我家的铁头王 可不是一般的猫啊 再加上我多年斗猫练就出的黄金右手 我的指挥 加上猫的敏捷 可以说是 人猫合一 天下无敌 好了不吹了 小吊 干它 好的 小吊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隧道 这里要绕的绕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来来来来来来 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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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要从这里 这里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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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怎么办呢 哎呦 说实话 这个铁人八项过不了 并不是因为我们小吊的问题啊 而是我的问题 因为单一种斗猫棒很难应付各种地形 所以没办法只能记出我的绝招了 三刀流 走的三刀流这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斗猫棒 在各种环境下无缝切换 下面就请大家心里想好什么是 人猫合一天下无敌 作词 我就说嘛 不难 人貌合一天下无敌 看到这里 想必多数观众都已经过瘾了 开心了对吧 但是 我不开心 这跟狗狗的赛道不是差不多吗 虽然你赢了二哈 但是和人家边墓还是有点差距的 所以我请出了我们家 真正的速度之王 猎兽来挑战 除了要加一个我重金购买的猫咪跑步轮 还要在S弯和隧道之间 加一个抓住自动斗毛衣上的老鼠 这个项目 念手 给狗公看看好吧 什么叫 爆的敏捷 开始 掉头 不对 有问题 太快了 掉不回去了 先掉头 好 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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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服啊 列手 好 对 好 超级衣服啊 来 定管道 定管道啊 来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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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坏了 坏了 成功 好了那这下我是过瘾了 猎手的速度和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我都控制不住 拍这个什么铁人八象搞坏了 我五根动猫棒 我也不敢再不开心了 还好我们的观众已经看开心了 点赞 看起来是这次一定了 我这半年的手工也是没有白做 那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给点赞分享爱你们哦 顺便再点个关注吧